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侦所里隐藏着什么样的大秘密 22省警力统一行动 一个巨大的黑幕即将揭开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特效药的秘密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患病的人都有一个愿望 就是能够得到一剂良方可以药到病除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和药品有关 前不久江西城福州市警方查到了一种特效药 据说这种特效药是进口的 药效极好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这种所谓的进口特效药的背后 实际上是一个波及了全国多个省份的巨大骗局 李先生是江西省福州市资西县人 今年34岁 是个生意人 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可是今年4月中旬 就在一次出差回来之后 李先生突然有了难言之隐 李先生悄悄地走进了县城的一家小诊所 结果诊所的大夫告诉了他 得的是一种很严重的性病 李先生一听慌了神 怎么办呢 就是那个大夫安慰他说 病是肯定能治好的 因为他那里有特效药 我看得下 但是我英文字母 我都看不太怎么懂 他说这就是我们也打了一针 这个经过的 后来他就给我打了一针 尽管打一针要300块钱 李先生还是认了 但是过了几天病却没有好 李先生再去找那个大夫 那个人说一针好不了 得连续打几针才行 结果接下来的一个月 李先生又去打了两针 我说一包吃的好 他就后来跟我点他 他说吃不好 全要退款 可是三针打完了 花了将近一千块钱 李先生的病还是没有好 五月中旬 当纳闷的李先生 又一次来到那个诊所 打算问问情况时 他才听说诊所 刚刚被当地警方查封了 为什么要查封呢 原来警方在那个诊所里 发现了假药 你看到我们这两个瓶子 这很明显 瓶子不一样 但是商标是一样的 这很明显 这就是假的了 实际上这瓶都是进口的 药都是假的 这两个已经使用过的药瓶 是五月十七日 慈禧县警方在那个诊所里叫货的 药瓶标签上的商标名称 是瑞士生产的裸扰素 但是这两个药瓶上的商标标签 全是伪造的 这是民警在那个诊所缴获的假标签 不光有假标签 还有假的包装盒 说明书 造假工具是成套的 而除了裸扰素 警方还查获了大量 伪造的其他进口药剂的假标纸 那么 慈禧警方又是怎么知道这个诊所里有假药的呢 诊所里大量的假商标标志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还得从今年的二月 辅州市药监局 接到的一个群众举报说起 而这个举报 最终使一个特大的 制售假药 作诊行骗的犯罪网络浮出水面 2012年二月 辅州市一个举报人 拿着一些商标标签 走进了辅州市药监局的大门 这些商标的标签名称分别有 霍尔血 派罗辛 欧奈特 罗扰素等等 大都是些进口药剂 举报人说 这些标签全是假的 有人就把这些假商标 贴在其他的药瓶上 冒充进口特效药 专制性病骗人钱 这样的假药 一支就会被卖到几百 甚至几千元 就行把扒修正案 只要生产一瓶假药 现在就设行了 就应该移送了 于是当地的药监局 把这个线索 转到了辅州市公安局 据那个举报人说 他所拿的假商标标志 是从辅州市临川区 连城乡的村民谢某家买的 民警了解到 谢某今年61岁 过去曾经开车跑过客运 几年前 谢某买了一台小型的印刷机 印过治疗性病的小广告 为了慎重起见 警方与药监局人员 跟那些商标涉及到的制药企业 一一取得的联系进行核实 谢某的商标标签是假的 已经确定无疑了 而在进一步的侦查中 民警发现 谢某那里不仅有假商标 而且还有假的药品包装盒 说明书等等 那么这整套整套的造假工具 到底流向了哪里呢 民警在进行了一个星期的 暗中监控之后发现 平时谢某基本上待在家里 期间只去过一次快递公司 邮寄过东西 谢某寄出的会是什么呢 经过查询 谢某户物的去向是辽宁省盘警示 按照具体地址进一步查询后 民警得知 对方是盘警当地的一家 治疗难科病的门诊部 看来谢某的货 一定是假的商标标志的 经过对谢某一年多以来 寄出货物的仔细查询 民警发现谢某几乎每周都要往外发火 地点几乎全是一些各种各样的小诊所 最令民警吃惊的是 谢某向辽宁山东 山西湖北福建等多个省份 都寄发过假商标标志 各地警方同时行动 查处结果令人震惊 假药到底是怎样做成的 特效药的秘密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办案人员初步统计 寄出的假商标涉及到全国22个省份 60多个县市 粗略一算 他至少寄出了假商标十几万份 这让民警大吃一惊 这不仅仅是十几万份假商标 这些假商标对应的 有可能是十几万瓶假药 这么一想 办案人员觉得事态真的很严重 案情重大设计多个省份 而且谢某很可能 只是一条巨大犯罪链条中的一环 因此警方决定 暂且不惊动谢某 先做好摩擦取证工作 而首先要做的就是 若是假商标 是否真的被制成假药的问题 2012年3月 按照谢某邮件上的地址 民警赶到了辽宁盘警 找到了那家治疗难咳病的门诊 民警随后假扮成了患者进行了暗访 我们来到这里咨询一下 有什么好药好的方法来治疗 他们就讲可以啊 他说我们这里有能保证治好 就是说我们这里有很多特效药 也有什么国产的进口的 都有这种药 经过一番侦查 民警确诊 接诊的医生就是谢某寄出假商标的收件人 那么假药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医生却不让看 他也不会把药给我们看 我们当时我没有派人家他们的解决 就是初步了解一下 他们这边是会有 会有就是我们这个药品商标的这些药品 一个月之后也就是2012年4月中旬 就在对辽宁盘警的调查取得进展的同时 辅州警方突然发现 谢某的假商标也流入到了辅州下面的资西县 也有人买了这种 买了这种双的标识 很有可能就说这个药品商标就进了这家医院去 顺治线索民警发现 假商标最终进入了资西县的一家性病门诊 在民警的案访中 这个门诊的医生也宣称 他们有进口的特效药 随着调查的深入 辅州警方确定 谢某的假商标的确流入了很多地方的小诊所 而就在这时 警方突然有了一个疑问 谢某家虽然有一台小型的印刷机 但是 印制如此大量的 而且比较精致的假商标标志 还是有难度的 它原来的印刷机的话 也不可能印刷出像我们脚后的这种药品商标 它印刷不出来 民警发现 谢某所在的村子附近 似乎也不具备这种造假的能力 而在对快递公司进行查询的过程中 民警突然发现 谢某和浙江磁吸的一个地方 有过于频繁的货物往来 有个电话 这个浙江磁吸 对方是熊某 地址显示为当地的一家印刷厂 民警还了解到 谢某还不断地给浙江磁吸那边汇取了一些钱 民警随后赶到了浙江磁吸 找到了那家印刷厂之后 民警假扮成客户对有关谢某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民警了解到这家印刷厂有十几台机器 有多人分别承包经营 其中一台机器正是由邮件上的熊某承包的 谢某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联系人 与此同时 民警还通过当地银行 印证了谢某频繁往这边汇款的情况 而收款人是叶某 这个叶某又是谁呢 他在整个的环节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经过调查 叶某是慈禧当地的一名男子 平时没有正当职业 他就是就招揽这种印刷的这种业务 招揽印刷业务之后 那么他就把这个业务就拿到 他一些关系好的或者起码起开的 这个小的印刷厂去印刷 印刷的话他自己提供原材料 然后赚点这中间的这个差价 叶某很可能是谢某的直接联系人 他帮助谢某联系印刷 从中收取好处费 至此假商标的来源清楚了 去向也弄清楚了 但是要想查获假药却没那么容易 警方判断谢某和各地的制假受假分子 联系的应该很是密切 在任何一个环节动手都可能会惊动其他的涉案人 所以当时感觉到他这块呢 如果一旦这个跑了或者把账物消掉了 对我们这起案件侦破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很显然这是一个波及全国的 制假受假坐诊行骗的犯罪网络 由于案情特别重大 经由江西省公安厅 这个案件呢很快就上报到了公安部 公安部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 由这个案件涉及到的22个省份的警方 分头调查摸清情况 由公安部指挥统一展开打假行动 就在5月17日这场行动开始了 2012年5月17日 辽宁盘金警方 首先对福州警方曾经暗访过的那家南克门诊进行了查处 在这个门诊里 警方查获了大量从谢某处购买的假冒的惠尔血 欧奈特 美罗华等药品的商标包装盒说明书 共计400多套 警方还查获了一些已经治好的假药 这是假冒的惠尔血真迹 那么这种假药里装的液体到底是什么呢 民警了解到这只不过是国产的白借素注射剂 在药店里一只只卖几块钱 可是做成假的进口药之后售价就涨了200倍 在这家门诊的药品价目表上 我们可以看到派罗欣一只1360元 惠尔血一只1138元 而相对便宜的欧奈特一只也要258元 其实这些所谓进口药基本上都是国产的白借素 头包等药品假冒的 而一只头包类的真剂在药店里只卖两块钱 就在同一天 辅州自袭警方也对此前掌握的那家性病门诊进行了查处 在医生住处的床底下 民警找到了一只皮箱 打开皮箱里面也都是从谢某那里买来的 300多套假药的包装 在垃圾桶里民警提取到了已经使用完的假药瓶 药瓶上贴着裸扰素真剂的字样 而这个药瓶里装的原来就是一个头包类的真剂 这个诊所的医生还现场演示了制作假药的过程 把这个撕掉撕掉然后就搬上这个 搬上那个假冒标签的裸扰素 这就成了那个真正的裸扰素 这样不再合养 这样我们发动 如果我下来就是用水的用水 浸一下浸一下然后再把这个 就这样 一直售价只有两块钱的投包 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进口特效药裸扰素 卖到了300块钱 而许多地方的门诊造假药的手法基本都一样 这在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5月17日就在各地警方查缴制售假药的诊所的同时 福州警方经过对谢某的长达两个多月的监控之后 终于对他动手了 他去的摩托车来我们就跟踪他 然后在这个核实地点把他打死他去把他找获了 这就是将假商标寄往全国22个省份的谢某 他是整个制假售假网络中最重要的一环 随后警方马上对谢某家进行了搜查 在谢某家民警缴获了大量的假的进口药剂的商标标签 包装盒说明书共计三千多套 今年61岁的谢某说他一直都没断了挣钱的念头 五年前他印起了性病小广告 两年前他发现小广告不挣钱了 于是弄起了假商标 广告现在不消了 不好卖了不好挣钱了 不是不好就没有生意 这个生意没有生意 一年多前谢某通过一个老乡介绍 认识了浙江慈禧的叶某 又通过叶某联系上了慈禧的印刷厂 从那之后他的生意就越做越大 按照谢某的说法 他卖出一张假商标 除去成本获利还不到一分钱 但是销量很大 一年可以卖一百多万张假商标 谢某前几年印刷性命小广告的时候 认识了不少天然地北的人 他正是利用这个关系网 把假商标在短短两年内卖到了全国各地 在谢某落网的同时 釜州警方的另一组民警 已经赶到了假商标标志的源头 浙江慈禧 给谢某充当中间人的叶某被民警抓获了 一年多来叶某不仅帮谢某计发货 而且还负责结算资金 为了二百块钱的好处费 叶某就甘心成为谢某制造假商标的中转站 民警在慈禧展开抓捕的时候 具体负责为谢某印制假商标的熊某 侥幸逃脱了 那台印刷机是熊某和另一个人张某 共同承包的 张某也参与了印制 民警随后将张某抓获 按照印刷行业的规定 印刷带有企业商标标志的物品 必须要出具企业的授权或委托出 而熊某张某对这些规定显然置若网门 张某说 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干违法的事情 其实答案很简单 就是为了钱 目前对于谢某叶某张某等人 非法盈利的具体情况 警方还在进一步的统计之中 至此 一起涉及全国22个省份的 特大制售假药的案件顺利告破 全国各地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 清缴制售假药 坐镇行片的窝点40余处 缴获所谓的进口特效药品商标 说明书包装盒等 11万2000套 据初步估算 案值 约为3000多万元 什么样的心理 使得患者陷入骗局 实地探访非法诊所的诊疗现状 特别把里面这里剩水 龟尘 什么都有 假冒的特效药 危害到底是什么 情感不如病情 重症 这个叫危害生命 特效药的秘密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案件终于告破了 触目惊心 索性警方查获了大量 还没有使用的假商标 避免了更多的假药流入市场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也人深思 假药没有太多的疗效 价格又十分昂贵 它为什么还会有市场呢 直到慈禧的那家诊所被查封 患者李先生才明白 难怪自己在那个诊所里 打了三针都没有治好病 原来那些所谓的进口特效药 全是假药 哎呀 当时我就觉得上当了 一下子老子蒙了些 而李先生并不知道 给他看病的那个人 不仅用的是假药 他本身就是个假医生 做诊的人没有行医资质 那么这里的诊疗环境 又是怎样的呢 诊所配药房在一个昏暗的角落 那里是这个诊所最隐蔽的地方 这个就是当时他的配药房 使用这个假药啊 就是从罗上是窗户 从窗户拿下来就在这里配 配了以后拿到再拿出去 给那个病人打针 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他这个就是这个医生啊 他两手都住在这里 是他住的这个房间 现在常常给他扳脚下来 这是厨房 那规定的 他是很简弱的 按规定是药品管理 他药品窗户管理 他是需要按照那个 卫生医部的规定 他要有一个干燥的 卫生的环境 单独单独管理 那个保管的 他这个是明显不符合的 这个就是他的药房 这边特别乱在这里 圣水 龟尘 什么都有 而且这里乱七八糟的 这个杂物呢 也都堆在这里 但是这里堆放的 都是他进来的一些真药 比如生理盐水啦 这些东西 还包括一些 珍贵的消炎药 这样的都他都放在这里 最近 李先生去了县里的医院 一检查才发现 自己的病 并不像那个诊所 说的那么严重 医院给他开了点 对症的药 用了没几天就好了 只花了二百块钱 只是在那个诊所 花费的五分之一 那么李先生当初 为什么要去 这样的诊所看病呢 事实上 这些非法行医的诊所 正是抓住了 患者处于隐私 不愿意去正规医院 就诊 又想快点治好的心理 从而做出 所谓的进口特效药 来骗人钱财 所以他们这一种 害羞的一种心理状况 就不敢到一些大医院去 怕碰到熟人呢 感觉就是不太体面 据警方介绍 所谓的特效药 之所以能够骗人成功 某种程度上 还在于人们对于 真正的一些进口药剂的不了解 像惠尔血 派罗辛 欧奈特 罗扰素等药品 这些到底是些什么药呢 主要是一些抗菌药 抗病毒的药 就抗生素 同时叫抗生素 据了解 这些药 有的是抗肿瘤的 有的是改善免疫力的 并不是像一些 非法诊所宣称的专制性病的 但是因为通常这些药 售价较高 一般患者比较少见 令人啼笑结肥的事 不仅是患者 连卖假药的人 也没见过真药 那么非法行医者 制造假药所用的药剂 诸如白结素 投包之类 用了之后 又会对人体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据药监局的工作人员介绍 尽管这些药剂 通常都是消炎抗菌的 但是也绝对不能随便使用 如果这种药一旦是假药 药效疗效不到位 那么有可能就会危及到 第一是一物病情 轻的一物病情 种者 这个就要危害生命 当然我们像 比如说我们一般用的 这个药在医院里做的话 可能要做皮试 他就不做皮试 就是他一下子给你打过去 打过去的话 人家一下子就休克了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现在我作为犯者 我就提醒广大的 像我们这样的犯者 得到病以后 最好不要到这种小诊所去看 还是要到大医院去看 不要像我这样的伤了大 还有血管 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反匪 这起特大案件的侦破 对制售假药和非法行医 形成了很大的震慑 目前很多地方的非法诊所 纷纷地关门歇业了 而做假药 是既谋财又害命的 严重的犯罪行为 相关部门毫无疑问 应该严厉打击 而作为患者 有了病 还是应该去正规的医院医治 不要给那些非法诊所和药品 以可乘之机 也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地让那些假药 在我们的生活中绝迹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